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繼續分享的就是ETF 之前已經用了兩集時間去講解 第一集是講最基本的 為什麼要買ETF ETF有什麼好處 還有講解 那個原理大概是怎樣的 第二集上一集就講了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ETF 除了看買最普通或者最穩定的SPY之外 會有額外的資訊給你 原來你可以運用你自己的知識 例如你聰明科技的 或者聰明科技的 或者有些人聰明飲食業的 看到這個趨勢的時候 也可以從中透過ETF去獲利 但是怎樣做呢 今集就是最重要的實戰班 究竟怎樣可以透過你的知識 或者生活上日常觀察 可以做到獲利這個過程 而這個方法都很少人去講 很少人去分享 希望我的投資方法 或者投資的方式 可以啟發到讀者 或者聽眾 有些什麼可以在下面分享 有些什麼可以再討論 那馬上看看 下面 包括你未聽過的投資方法 ETF實戰第三集 如何投資印度 下一個中國投資新角度 其實為什麼無故用印度這個 topic 原因是因為 透過我自身的一些經驗 去投資的方法 去講解我整個投資的流程 或者我究竟是怎樣啟發我用這個方法 事源是2016年某一個早上 我看到一個新聞 其實就不是這個 不過大概是這個 因為找不到這麼舊的新聞 他說聯合國 印度2019年的GDP 估計為7.6 其實是打錯字 我上一集都好像有說 不是GDP GDP的增長率是7.6 哪有GDP7.6 他沒什麼意思 不明白 那你也不看了 那就是告訴你 印度大致上來講 在那麼多個發展中國家 而有一定規模的話 就是我不說一些很偏門的 什麼委內稅 或者說委內稅 都不算偏門 可能就是什麼光果 那些 那些可能GDP增長都很高 不過那些可能基數低 和很浮動 我就沒什麼興趣 但反而這個新聞的亮點就是 它第一來的 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人口都已經超過中國了 二來它的GDP增長率 還是維持到6 甚至8 中國都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它反而慢慢崛起了 那它會不會是下一個中國呢 其實這個新聞對我來說 很無聊很普通 不過是知道的 但是我就 好像埋藏了一個種子 心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呢 但是跟朋友聊起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笑我 投資印度 投資李老爵 印度神友 投資什麼 落後地方 沒有前途的 但是我也不相信 我也是想花多點時間 究竟研究一下 究竟我可不可以 從中獲利 就是關我什麼事 直到一天 我真的很想滴起心肝 去做研究 去投資印度 但是我要做的 時傳功 再做兩件事 第一 要研究一下 印度的經濟 各方面是否真的向好 是否真的值得投資 是否真的值得搏一鋪 第二 就是 知道又怎樣 是不是真的要去印度 是不是去印度股票市場 開一個印度投資戶口 怎樣怎樣 香港人去 未聽過 那原來法國呢 就是經過很多的 資料搜集 其實那個期間都醞釀了很久 就是我又要做一個 印度的資料搜集 又要做一個 印度投資的資料搜集 最後啦 最後啦 就是得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我看了很多書 和看了很多網上資訊 發覺原來 可以透過美國的市場 去買 印度ETF這個東西 那最後得出見諒之後 哇 原來我們真的可以投資全世界 自從有了這個 美國的 或者這麼說 自從有了ETF之後 很多證券商 或者很多 基金公司呢 都紛紛推出不同的 行業 和不同的 地區的ETF 那你說很普通而已 一個基金買了那個地方 很大部分的股票 那我都細心研究過 在上一集 和上上一集 都提供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資訊給大家 就是 這些ETF 要升的話 只有一個原因而已 就是這個行業 或者這個 公司 股價上升 那這個ETF才會升 那怎麼辦呢 平時你研究完那些 都是會這樣的 研究完 Apple股票 那你 Apple向好的 股價上升 然後你就賺錢 那我都重新再說 很多次了 股票是沒有這個特性的 股票是沒有這個特性的 股票是沒有得猜的 其中一個 就是為什麼這麼難玩 或者這麼 玩下去沒有成功感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不能夠真的能夠 能夠猜到那個 單一公司的業績 第一件事 第二 第二 就算股票業績做得好的話 股價可以不跟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 就是建議大家 雖然你不知道 或者還沒有研究 但是我現在跟大家說 都是 ETF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 不能造假 只有因果關係 只有 這個行業增加 收入 這個行業的公司 普遍的股價上升 這個行業的ETF就會上升 這就是 理論方面都說了很多 如果各位有些什麼意見 或者不同意 或者有些什麼特別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互相學習 其實剛才我都說了 好像瘋了線一樣 不停找資料 這個資訊給我很大的啟示 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找到一些行業 或者一個地區 所以我又研究到 它的偏向 賺錢的機會大 那 你就不需要理會中間的股價 或者按點 總之這個行業好 那 我們這個ETF就會好 那我就留意到 這個是一個投資六周來的 真是幫到你 是學習到 真是 你做的功課 能不能夠 預視到真的出來的成績 即是那個成績 那 我們學了看了很多本書 有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有幾本書 家裡已經買了 哈哈 買書方面 我都建議 香港買的書的範疇 真的比較少一些 如果真的想去買多些類型的書 你可以去台灣的一些博客來 或者是成品 那些不分享了 我們有機會再分享 究竟買什麼書 有什麼書好看呢 很有趣 在香港的市場這麼狹窄 不說那麼多了 實戰方面 經過剛才我所種下的種子 就說 我都想研究太魏的印度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先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 會不會向上 其實要向上 它的公司營利才會有增長 有增長股價才會升 股價升的話 ETF才會升 那我最重要的是 經濟增長 那經濟增長不用說 一定是GDP的 GDP方面呢 我都有查資資料 2017年 2018年 它的GDP 那我們看回這裡 這個GDP 其實就是 整個國家 它所有的公司 加起來的收入 來當是這樣 它每年都有抵增 在2010年 有16吐吐 1656 不知道 以幾多億計 那繼續去 最重要的 就不是GDP 是GDP的增長率 最重要的 你看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在2014年到2018年 它的增長率 都是在6以上 那6以上 那6以上很厲害 其實因為它 都是一個大的國家 那要做到這麼高的增長 其實都會有難度 因為它始終都人多 它很多 它很多 滯爪 很多福利 很多教育 醫療 都要處理 都會麻煩的 那除此之外 你不能只看印度 原來全世界都是6、7 那我為什麼要介紹 或者買這個 印度 看其他國家的 增長率 當然我們要看相似 國家的 GDP的增長率 那我留意到了 中國美國G20 其實這個網子也不錯 大家可以看看 那個網子叫做 什麼economics 不知道什麼 那你打印度的GDP 就會出現的 那我看回印度 其實挺厲害 就是看一下那個 上一次是7.1 今次呢 這期就是8.2 中國都向下行的 看一下6.4 那我雖然這些增長率 或者是GDP的數值 是有水分的 就是一些不真實的地方 但是 你不就當 每個國家都打八折 但是看到呢 那個增長率方面 你看看 就是跑贏 同期的那些國家很多 所以 有人會說 現在 就是印度的 就是處境 就好像 1980幾年 1990幾年的 中國一樣 那那個時間 人工低 還有那個 基數低 那他的增長率會大